要詢問兩位意見 坐在上面到底感受怎麼樣 其實蠻可怕的 我覺得 因為會有一個心理壓力 對啊 好可怕 你聲音都發抖耶 真的 對 我好... 其實在這邊是會恐懼的耶 你們現在看好像我們 玩得很開心對不對 瑟瑟發抖 第二題 哪種方式能提升 男生常識的戰鬥力 A 重訓 B 吃生蠔 好 這個男生都相當有經驗啦 為什麼 我跟你們說 大家都覺得吃生蠔對不對 其實錯的 我覺得不是吃生蠔 因為吃生蠔裡面 雖然有微量元素 但是它沒辦法補足你 平常就是消耗跟不足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重訓 因為重訓練腿的時候 會分布睪固酷 打火特拓 我前三天才看到一篇文章 是一個醫生在講的 游泳跟重訓呢 完全沒幫助 你把脂肪給退掉了 而殊不知我們的荷爾蒙 我們的睪固酷 就是需要脂肪來生成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重訓的選手 雞肉很大 可是鳥鳥很小 又有很多 真的還滿多這樣子的 不是全部的 那生蠔 那怎麼不堪 生蠔的主要成分就是鑫 那鑫是我們精液的 一個製造的主要原料 對 但是沒有啊 我因為之前不是有流行 有一陣子大家喜歡看那個什麼 單身什麼什麼的 然後裡面每個都很強壯 我老公每次都每次想跟他看 然後一看他就會一興奮起來 他就開始在前面 然後他那個戰鬥力就會 那個就是 你不要問你自己不運動 不會老衝線這樣子 不影響你們啦 可是 我不知道 來 哪種方式可以提升男生 床式的戰鬥力 A 重訓B 吃生蠔 請選擇 來了 不一樣了 完了 不一樣了 我們有一個一定會作詞 不是 你就是我 沒想到你為什麼覺得是重訓 我剛剛講那麼多的 因為我覺得吃生蠔 我覺得這題有BUG 他應該要吃到某一個量 可能才有機會 是啊 可是增加0.1也是增加 那不可能吃太多 不可能每次一顆都有感覺 大概是增加床式的戰鬥力 不是增加精液的那個 沒有 你先得要有原料嘛 要不然你在那邊 橫沖猛狀 結果沒有 什麼身體是不是 你們為什麼選生蠔 我覺得是生蠔 因為好像一般聽人家說 就是跟男朋友說什麼 我們今天要不要 那我先去吃個生蠔 對 好像都是這樣講 而且生蠔都是 外面都是賣什麼 一盒然後就是8顆 10顆 紅湖更大顆 8顆剛剛好 對啊 所以好像感覺 你要有 你要有子彈 你才會有那個興奮感 你子彈充足了 你才有辦法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誰 OK OK 對 我覺得 總是有一點會落水 好緊張 好緊張 誰會落水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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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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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就是聽了你的話 沒有 我也是 按照我自己的了解 檸檬 有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辦法 可以啊 來 老師 給大家音樂來 3 3 2 1 GO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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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自罷你 押頭來 不要看 不要看 我們已經淘水了 你剛剛有唱欸 你剛剛有唱欸 他剛剛 很辣 好 下次你還是跳就好了 掌聲鼓勵 好看 答案是 好 來 答案就是A 跟大家講一下 生蠔呢 其實就是有心 可以提升膏肚酮的濃度 這我講的是沒錯的喔 對 但是它是提升性慾 然後肌肉強調性 這一體超陷阱 它是戰鬥力 那就是續航力啊 續航力 你要練重訓 你的背腰 臀腿都要練到 你只要可能續航力好 對 這超陷阱 全身都用到啊 對 你看你做性慾 那你就沒有用了 有也沒有用 上面有想法 下面卻沒辦法 對 沒力了 對 來 營養師分享 小胚膊 來 好 其實它也是一種運動嘛 所以運動前 大家可以 你稍微喝一點 可能像蜂蜜水 含糖的飲料 一點點 其實可以提升我們就是 運動的表現 喝可樂一點都可以 對 也是可以 但是不要喝太多 在啟動之前喔 如果自覺今天體虛 啊 sorry 給我十分鐘 那再去逛可樂 對 你要睡著 對 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